根据留存下的影像资料或者流传下来的书籍 我们能够知道几十年前 几百年前 甚至几千年前的历史 但是在人类还没有出现前 这个我们所赖以生存的星球 地球 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进化的 五十亿年前 太阳诞生 此时的太阳系只有一个新形成的原始太阳 一团气体和尘埃 此时六亿年前 我们的地球诞生 当时 原始太阳星云中的气体 尘埃的凝聚 以及云石物质的袭击 形成了许多原始小行星 或者可以说是星子聚集成星胎 再增生而形成了地球 当时 地球上的物质大部分处于溶溶状态 就像一个蛋壳没有钙化的软蛋 到处都是能融化岩石的火海 周围也都是放射性元素 地球的表面温度可以达到4700摄氏度 45亿年前 月球出现 我们用目前较为合理的撞击说来解释月球的诞生 当时的地球与一颗类似火星大线的行星 发生了一次倾斜碰撞 两颗行星形成的熔岩和地球碎片多数渐入太空 最终 撞击碎片形成了月球 刚刚形成的月球 距离地球只有2.2万公里 而现在的月球距离我们有40万公里 而且月球还以每年3厘米的速度远离我们 那时候的地球地转速度极快 一天只有6小时 在46亿到43亿年前 地球受到大量的小行星撞击 地球表面火山不断喷发 熔岩横流 说是一片炼狱也不为过 随着小行星撞击的减少 地球温度开始降低 岩浆也开始固减 并慢慢形成了小的路快 就像是月球坑坑洼洼的表面一样